欢迎大家收看数学三分钟 有些同学 告诉我 他想学一些深一点的数字 选了五星星之算 题目是什么呢? 现在有六对夫妇 就是6 couples 如果你选五个人出来 六对夫妇选五个人出来 5 people 问你的概率 只是包括 某一对夫妇 OK 一对夫妇 你不知道哪一对 Only one couple is included 我给 一分钟大家想想 如果你想再要多些时间 你自己就按 Pause 暂停 好 我现在讲解一下 现在有六对夫妇 你要选一对出来 因为你没有限定是选哪一对 因为没有限定哪一对 所以 那个组合 就是6c1 OK 但还没有限定哪一对 但还没做完 因为如果你六对 选了一对出来之后 你还有多少个人还没选呢 OK 你会三个人 因为你五个减 两个 还有三个人还没选呢 那三个人呢 你就不可以是 一对夫妇了 其中 所以我们要将它 又只剩下 那五对夫妇 我们随便选三对出来 OK 但是 因为最难就是 那三对夫妇 每 每对夫妇有两个人 每对夫妇有两个人 所以 两个人 又要再 两个人 再两个人 因为你没有说 那对夫妇是选男还是女的 所以 你就是说 那 剩下那 三对 每对 夫妇有两个人 那你就是将它 写出来 就是说 好像你 现在 好像你现在 有三条 True or False 的Questions 因为 每条题目 有两个可能性 对或者错 那你就二乘二乘二 那就是有八个组合 行不行 那这里是最深的 那未做完 因为这个是组合 你要除 现在有十二个人 选五个人 出来 就12c5 所以你化减了之后 你会得到 20 over 33 那你按计数机 就可以了 了